崔教授 你们回来了 嗯 到底怎么了 是不是跟萧涵吵架了 妈 您后天真的要去见四月吗 我怕她惹您生气 再生气也要见一下了 萧涵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我倒想听听这个人能说出 什么花样 可是 不要再虐待我的钢琴了 萧涵哥 你怎么不进去啊 我是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的 什么好消息啊 已经帮你约好了 后天跟我去见崔教授 这是真的吗 太好了 萧涵哥 太谢谢你了 你这么帮我 凡心姐会不会不高兴啊 这是我该操心的问题 你放心吧 嗯 赶快回去吧 嗯 谢谢萧涵哥 那我们后天见 后天见 嗯 拜拜 希望每一双眼睛都只看到光芒 对啊 每一个心灵都只感受到快乐 每一段生活都只有温暖和爱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《繁星有约》 更大的世界 更远的梦想 我们下期再见 太棒了 太棒了 为了庆祝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这么完美 我们去唱唱歌吃吃饭 饿了 我今天有点累就不去了 我知道了 这次我买单 这次我买单 他买单 你们先去吧 这次我买单 对嘛 好吧 那你好好休息吧 我们去 走了 拜拜 快点 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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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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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每天都在冰窖一样的大房子里面 被妈妈叙齿 被妈妈责骂 被妈妈责骂 可是 必须明天以后 就连这些都没有了 还有十六个小时 我就要下地狱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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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父母 主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白吗 你 你干什么 简易 你疯了是不是 你到底在干什么 叶繁星 记住我说过的话 他 简易就是一直在威胁你的小丑吗 你到底有什么把柄在他手里 他要这样对你 不要问我 不要问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不说 什么都不做 你要眼睁睁地看着你被逼死吗 发生什么都不做 一条小丑 有什么 colleagues 都不掌握 我都不掌握 我都不掌握 你也不掌握 你真 rewards